哭嚕嚕 無安 是否安好 安安 法射不一樣八八 你真的很厲害耶 八八厲害 對 我換了法射 我懶了頭髮 而且是昨天 昨天晚上 自己懶的 整個都瘦了 沒有啦 沒有變 野夫 無安 頭髮啦 八八不愧是女孩子 謝謝蠢蠢的心之罐 還有謝謝阿華的梳子 羅力郎看不出來嗎 頭髮沒有剪啦 我不能再剪頭髮 我已經被我媽媽罵了 這個髮射 對 比較深 比起之前深 但是因為我有一點 受不了之前 之前太淺了 因為我的 我之前懶的比較淺 祝無安 紙承無安 也不是換顏色啦 其實就是 我之前的顏色 在這裡 之前懶頭髮所以會 越洗越淺 就是有懶頭髮的話 通常會越洗越淺 然後因為我已經 布丁頭長得蠻長 然後加上顏色 越洗越淺 所以就有點 受不了那個頭 所以 昨天就想說 大家知道吧 這禮拜就是 那個mini concert 所以 想說在mini concert 前去懶一下 那之後可能 比較沒有時間 所以 昨天就自己 自己懶了一下頭髮 然後我買的顏色是什麼 煙燻冷中色 不過 其實懶出來 我也不知道這樣有 煙燻冷中嗎 其實我懶的時候 完全沒有 預期什麼顏色 我只希望 髮色平均一點 就是不要有那個 布丁頭 會有點受不了 懶完是 比較深 但是應該之後 洗幾次就會變淺 因為我的髮色其實 一直都是 就是棕色 深棕色 只是它 會越洗越淺 對 煙燻冷中色 我不知道 但是我 我其實對髮色沒有說很 那麼要求 就是 就是棕色 然後 然後不要不丁頭就可以 小龍武安 搖滾色 煙燻嗎 但是mini的妝沒有很煙燻 那我不會畫煙燻妝 謝謝強娜燻叔叔叔 Kiss啾啾 強娜叔叔叔明天生日 明天生日 明天我會開直播 下午5點 會來買 搖滾 今天的服裝倒是蠻搖滾的沒錯 沒錯是新衣服 我新衣服 不是奶奶的 不是奶奶的 這是因為 我要買什麼 我記得我要買一個東西 買一件衣服 然後好像 為了臭免運 所以多買了這件 對是我的啦 然後 奶奶昨天在摺衣服的時候 還看到 她還問我 這件是你的嗎 她還以為是她自己的 誰的衣服都分不清楚 哈囉夜空午安 家勳小陽午安 我的衣服跟奶奶的風格 越來越接近了 沒有 其實我 我只是比較少穿這種 這種風格的衣服 比較少穿但是不代表我沒有 其實我有 只是因為 之前的話就是比較沒有機會穿到 就是玩 現在是因為有樂團了 如果有樂團的話 我覺得穿這樣衣服就合理 那這樣一般我們去 練舞或是拍 可能官方的一些影片 穿這樣的衣服就不太適合吧 所以我就 因為 這是新 新買的衣服 然後昨天剛 就是折好 所以想說 就是曬乾了 想說 先穿看看 這樣就比較知道之後 什麼時候穿比較好 謝謝米酒的新之冠 就是 新衣服就會迫不及待想穿 這種感覺 大家知道吧 以為這件是奶奶 不是 是米娜的 其實我有很多這種 這種衣服 也沒有很多啦 就是 這類型的衣服 我是有的 只是 之前比較沒有機會穿 謝謝小羊的Kiss Juju 謝謝玉安的掌聲鼓勵 所以今天的米娜很不一樣喔 新的衣服第一次穿 還有 新的髮色 而且是昨天 在12個 13個小時前自己懶的 謝謝玉安的童花 還有謝謝有 有 有Cityro的 有童花 而且我覺得這個髮色啊 在直播上面看 真的有煙燻冷中的感覺 就是 比起我自己 因為我昨天懶完之後 我就看 這個 看起來跟黑髮一樣耶 就是 意外的很 很深 可是直播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跟自然光的關係 就是看起來 比實際上看還要好看耶 有可能衣服是深色有關係 衣服黑色 所以髮色看得出來不是全黑 有可能跟衣服有關 髮色蠻明顯的 但是爸爸 爸爸是女孩子才這樣子 剛剛很多粉絲都看不出來 好像去參加宴會的感覺 宴會嗎 去參加宴會 就是不會配牛仔褲啦 這樣太隨便了 整個都搖滾了 對 我就是搖滾鼠 最近真的是 應該說 玩了樂團之後 彈Bass的時間大大的增加 但是是很開心的 之前的話 也是會彈Bass 但是 比較沒有動力 因為彈Bass我也頂多可能 一兩個月發在我的IG上一次cover 就是比較沒有動力去練習 那現在的話是有樂團 就會希望自己可以更強 所以就會更有動力去練習 沒看到牛仔褲以為是連身裙 我覺得這件還蠻搖滾的啊 對我來說 我覺得黑色就是很酷酷的感覺 謝謝Akia的看好你喔 感覺上衣很百搭 百搭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說萬搭 通常不是都說很百搭嗎 其實真的是 但是 最近嘛 最近就是覺得 整理衣櫃嘛 夏天到了 就是把 會把冬天的衣服收到箱子裡面 夏天衣服拿出來 然後整理整理就發現 天啊我的衣服怎麼那麼少 然後就開始 覺得很想要 強烈的很想要買衣服 可是買衣服就是一直大開銷 而且大家知道 女孩子的衣櫃永遠就是 少那麼一件衣服 買不完了 HELLO 流浪到屏東 午安 最近花很多錢 沒有我只是官網而已 你們這種網購 就是看 看而已不用錢 看而已不用錢 就是 我的購物車大概有 將近破百 現在差不多八九十 八九十個 我的購物車超滿的 可是就是 一直加在購物車裡面 但是就是還沒有 要買 不小心就下單了 我不會很不小心啊 我都會看很久 然後等到他 就是真的很特價很便宜 之後才買 不然就是等到 等到那個衣服他就 欸? 移售完 然後就是自動移除 購物車無法購買的東西 然後就會慢慢減少 大概是這樣子 土豆的購物車一定是空的 真的假的齁 你是有錢人 要不要把我的購物車也截一截 其實我的購物車 雖然有 一百 一百的 將近一百件 我會維持在一百以下啦 雖然是維持在一百以下 但是其實全部加起來 欸我不確定全部加起來多少錢 應該也不會很貴 因為其實我購物車加的東西 都不 都不會很貴啊 就是幾百塊幾百塊 應該不會破萬 應該是不會破萬的 哈囉 Kevin 午安 底下開放幫Mina結蛋 應該是不會破萬啦 我不知道 我等一下直播結束我去看看 哈囉李懿子午安 沒有願望清單嗎 喔有啊有 那個可以點愛心那種願望清單 可是我每次 點了愛心之後 就會忘記它的存在 所以 所以都會全部加到購物車 然後就可以知道了 就比較不會忘記啦 會不會哪天不小心按到全部結帳 這也太不小心了吧 這也太不小心了吧 不會錢的事情要 非常的謹慎 只能幫忙付運費 其實常常就是這樣啊 就是 你買那個衣服 可能 可能 兩三百塊吧 或是三四百塊都有 然後結果店家寫 五九九 五九九免運 然後你就覺得 齁 運費六十算了 不買了 所以就會這樣子 明明你買的那個東西都已經 四五百塊了 然後結果就為了那六十塊運費 就不買了 所以 公務車加很多東西 對啊 就是等那個 免運費的時候 二九九免運其實算蠻不錯 一九九更棒了 最喜歡全關免運 不是湊五九九嗎 可是 你要想喔 如果你一家店 你要湊到五九九 那你另一家店可能 你又要再湊 然後你就會 在無形之中 越花越多錢 其實那是不必要的開銷 正常不是都買到五九九嗎 沒有啊 你就等他二九九免運的時候再買啊 我通常都會故意超過一點點這樣子 因為我不想要自己多花錢 其實衣服這種東西 就是 你永遠都會想買啊 謝謝巴巴的告白氣球 所以就是說到現在這個年紀 我現在就看 我以前買的衣服 通常都是 好像都是T-Shirt T-Shirt居多 然後還有一些無袖 我有說過嘛 我以前都是 我就是很愛穿無袖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很怕熱 我覺得穿無袖很涼 而且因為我的臉 我的臉比較圓 所以如果我不露手臂的話 人家就會以為我很胖 所以我就非常喜歡穿無袖 但是到現在的話 長大一點 反而比較 沒有說特別喜歡無袖 甚至會對於 露手臂有一點 有一點害羞嗎 就是 覺得自己的臉跟手 有點不成比例 像昨天 昨天奶奶坐在沙發上 奶奶坐在沙發上 通常都是 就是躺的 她會一個人 就是躺了整個沙發 然後我是坐在地上 我是 我不是坐在地上 我是坐在地上 或者是那種板凳 你知道嗎 就是 這種 因為 這種板凳 因為我們家的其實 我們家的那個桌子的高度 就是 我們家因為沒有餐 沒有餐廳 就是吃飯都是在客廳 那你們也知道客廳的那個桌子的高度 就是其實跟椅子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彎腰吃東西很不舒服 所以我 奶奶沒有虐屬 是 我真的 我自己不喜歡坐在沙發上吃飯 所以我其實平常吃飯的時候 都會坐那種 板凳 因為我覺得那個高度比較 比較對 跟桌子比較剛好 對對對 反正是 對 她在追奶奶坐在沙發 然後我坐在 我坐在板凳上 還是地上啊 忘記了 反正就是 窩在地上 然後奶奶就看到我好像 這樣子 這樣子的姿勢 然後她就說 她就說 好可怕 妳的手移開 然後我說怎麼了 然後她就說 我的手臂太細 臉太圓 這樣擺在一起 很 就是很可怕 她覺得 她覺得這樣很可怕 就是 很像 很像火柴人 就是 火柴人就是 一顆圓形的嘛 然後 四肢很細 然後她就覺得 她就覺得我這樣子的比例看起來 就是不像人類 她覺得很恐怖 所以她就叫我把手移開 不要放在臉旁邊 她只是覺得那個畫面 就不像正常的人類 謝謝副尾高的剪刀 火柴人 那其實我 其實我就 我真的是啊 我就臉很圓 我就臉很圓 然後四肢有點 就是 太細了 我四肢太細了 所以我才說 我以前很愛穿無袖 只是因為很 很涼 然後我覺得露手臂可以顯瘦吧 然後 到大一點之後就 自己也有發現 不只奶奶跟我說 其實我自己也有發現 就是 就是比例上面的問題 就是 我的臉的肉跟手 就是看起來比較不成比例 謝謝 謝謝坤坤的梳子 火柴人也是人 就是嘛 我應該要這樣子跟奶奶講 但是倉鼠本來就不是人類 我已經盡量偽裝成人類了 可惡 還是被你們發現 竹籤插共玩 那就要真胖 可是我跟你們講 我真胖的話覺得 就是胖不到手啊 胖在不對的地方 應該會胖在臉吧 但是我自己看 以前的照片 我就 有啊 我最近很常看以前的照片 都覺得我的臉真的有變瘦 就是 體重是沒有變的 我 我這麼多年來 我現在的體重跟我 跟我 十 我想想 高中 五專的時候就差不多 五專的時候是幾歲 十算是十五 差不多十六 我現在 二十四 跟我八年前的體重是一樣的 可是 可是 臉是不一樣 就代表 就是嬰兒肥啊 只是我可能削的比較慢 哈囉愛上 こんにちは 我的臉一直都是肉肉的 我很不開心 我很不開心 然後想到 嗯 因為我不是說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我跟奶奶一起去 買了冷氣嗎 然後 買冷氣現在有那個優惠 就是他有在送家電 他有送 家電 然後 那個家電是 可能 很多人買冷氣吧最近 然後 那個贈送的贈品就是還沒有貨 然後我跟奶奶就昨天 欸好像是前天 我跟奶奶就前天的時候去拿那個 贈品 對 然後去拿贈品的時候 那個銷售的人員看到我跟奶奶 然後他就說 你們是姐妹嗎 然後我們說 對啊 然後他就看著奶奶 他就說 哇你看起來很瘦喔 你有沒有40公斤 然後奶奶就說 有啊有啊 然後我就想說 我想說 我心裡就 竊笑 我想說 奶奶的肉 肉的部分他沒看到 就奶奶的肉就是在肚子這邊啊 他就沒看到 然後 居然會問奶奶有沒有40公斤 然後我就在那邊偷笑 然後我就看奶奶 然後那個人就看了一眼我 然後他就說 你喔 你看起來 就比較肉肉的啦 然後我就 我就 那我就 我很受傷欸 因為我才是沒有40公斤的那個 然後他 那個人 竟然看著我就說 看著我就說 你喔 你看起來就 比較有肉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很小聲的說 其實我沒有40公斤 然後結果我那一整天 我真的很難過 我那一整天 心情又不好 雖然我們是晚上去的 所以我大家心情不好 大家就 那四個小時吧 那三四個小時 然後我就睡覺了 可是我就很不開心 我回家就 一直到昨天我還在記仇 我就還在記仇 我就看到奶奶 奶奶說 喔 最近吃太好了 好燙喔 然後 因為奶奶就出去約會 就會吃很好嘛 然後可是我自己在家 你們也知道 就是吃那些 草啊 什麼豆腐之類 青菜水果之類 就這樣子 然後結果 奶奶吃得很好 然後還被認為很瘦 我就很生氣了 超生氣了 而且重點是 我們兩個都戴著口罩嘛 因為現在出去 外面都要戴口罩啊 如果沒有戴口罩 你說我臉肉肉的 看起來超多40公斤 就算了 我就算了 重點我戴著口罩 我覺得我戴著口罩 臉超瘦啊 我戴著口罩在哪裡 看到覺得我很胖了 我真的超生氣的 阿貴五安 哈囉 阿偉跟立偉 這是大偉跟小偉 午安 謝謝你一堆的口罩 你們看 我戴口罩是不是臉超瘦 是不是 因為我本來就是 比較嬰兒肥的那種嘛 就是 就是我笑的時候 謝謝小熊的口罩 我笑的時候我的那個 就是臉頰 臉頰會有肉 我的肉是在這邊 可是我就 我其他地方 明明四隻就是瘦了 然後結果 可惡居然被說 很肉 我覺得超難過 就是臉胖很吃虧阿 可是我明明 我明明那天就戴著口罩 我戴著口罩 明明就看不出來 臉肉肉 電源是幾公斤才敢講 對 我超生氣 那個電源 那個電源 他是一個 大叔 很瘦 我很瘦阿 我沒有40公斤阿 我沒有40公斤 已經過瘦了耶 但是我的臉 我的臉 才會被認為有45公斤 對女生來說很 很傷耶 因為 因為這 差很多耶 45是一個 那個 就像 女人年過 年過25 你會覺得 我已經 我已經過了人生的某個階段 然後再過5年 大概再過30歲 你會覺得 天阿 我已經三開頭了 就是 即使只是那 一點點數字 就像29歲跟30歲 你只是差1 你就會覺得差很多 不會講話的電源 因為我們已經付錢啦 已經付完錢了 如果那天是他來賣我冷氣 我一定不會跟他買 氣死我了 但是我們已經買完 我們那天只是拿正品 所以他就可以亂講話嗎 而且他 他很壞 他就看到奶奶 他看到奶奶 然後他就說 奶奶是我姐啦 每次來都有人要問奶奶是誰 沒有29啦 我24 我24 那24跟25不一樣 如果25我會覺得 我已經半50了這樣 然後他看到奶奶他說 哎呦 你那麼瘦喔 你那麼瘦你有沒有40 你都快要 你都快要跟我一樣重 然後我想說 我想說 大叔你看起來就不可能40 好不好 大叔怎麼看也有50啊 我說年紀 我不知道大叔幾歲 應該有50歲吧 是50歲吧 不知道 但是體重 男生怎麼可能40而已啊 男生骨隔板應該比較重啊 這件事很不會說話 這種Sales不行 謝謝孝賢的新知貫 穿這樣不冷 夜蘭是住在哪裡 夜蘭是住在冷氣房裡 我們家沒有開冷氣 我很熱 Mina快要25了 看不出來 對啊我快要25了 看不出來嗎 當然我覺得 跟 但跟以前比 我昨天 在 跟奶奶一起看我以前iG的照片 然後奶奶看到其中一張照片 然後她就說 哎呦這個 看起來很像16、7歲 但明明也就去年的照片 然後她說看起來很像16、7歲 經過了一年我到底經歷了什麼 意思 但應該是值得開心吧 代表我現在比較成熟一點 我分奶奶一點肉 不然她太瘦了 我 等一下 奶奶比較胖 謝謝綜合喵喵的新知貫 奶奶比較胖好不好 而且我都嗆她 因為她說最近都吃很好 因為她約會都吃很好 幸福肥嘛 然後她就 她每天又看著自己肚子 就說 你太胖了怎麼辦 然後繼續吃 繼續狂吃 然後我就說 你這個胖子 死胖子你還吃 然後她就 妳好過分 我都嗆她 她明明就比我胖啊 而且最後也是覺得自己很胖 還繼續吃 是怎樣 然後她都會在睡覺前 她睡覺前躺在床上 然後看著自己肚子的那一坨肉 然後就說 我就說 我覺得我好胖喔 不行 然後就突然 突然做揚落起座 我都整個床都在叫 這樣 那很突然 奶奶也會在意體重嗎 其實會啦 因為拍照看得出來 就是 她 欸你們知道奶奶的體重嗎 我可以講奶奶的體重嗎 我怕會不會被她殺掉 她 40幾公斤啊 反正她就有說自己 多一公斤的話 喔你們知道奶奶的體重喔 算了我還是不要講 我怕被她殺掉 奶奶沒有45公斤 奶奶沒有45公斤 可是因為她 她身高比我矮5公分 反正 反正她就 她有說她體重可能 比如說她 43公斤的時候 她就會說她覺得她的 腿拍照的時候看起來很粗 或者是臉會比較有肉 可是如果 瘦1公斤 42公斤的時候 她覺得是最完美 然後有時候會不小心太瘦 可能 41公斤的時候 她的臉就會凹下去 就是她是 可能會先瘦在臉的人吧 所以對她來說 差那1公斤差蠻多 所以她最好是 維持在42公斤 是最剛好的 但是我的話 我就不行啊 我就 我就 我30幾公斤 40幾公斤 臉都是 臉都是不會扁 謝謝茄子的新吃冠 謝謝太陽的 LOVE YOU 瘦在臉槓跟MINA相反 對我瘦的話會瘦在哪裡 我可能 我應該瘦在 我覺得肚子跟 肚子跟 腿吧 肚子跟腿吧 肚子會最先瘦 就是 我的 我的身形很扁 就是 側面看的話 就是 瘦的時候 肚子就是超級扁的 當然我比較希望可以瘦在臉 當然 往往就是這樣啊 就是 你享受的地方 就是不會瘦在 不會瘦在你想瘦的地方 MINA會吃午餐嗎 可以多吃一點 我跟你們講 那天被那個 被那個銷售員講完之後 我整個超難過 我回家就不吃東西了 我就很難過 我想說我到底哪裡胖 我居然被縮很肉 這是 我其實在冬天的時候 因為我是非常怕冷的 我不像奶奶她真的超強 她一年四季都穿短褲 她一年四季都穿短褲 然後頂多冷一點的時候 可能寒冷來 穿一件厚的大衣 就這樣子耶 她超厲害 可是我 我就是超怕冷的 我冬天的話大概會穿 四五件 我以前很誇張會穿到七件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塞的 就是 裡面最底層 發熱衣打底是基本的 然後再穿一件什麼 毛衣啊 再穿一件毛衣 這種和聲的毛衣 然後再穿一件寬鬆一點的 然後外套至少要兩件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塞到七件 然後還有那種毛衣背心啊 就是會穿到七件 然後 然後加上我臉又很肉 所以我冬天的時候 很常被認為是個胖子 就像我就是說 以前冬天 過年回澳門的時候 然後親戚看到就說 哎呦 之餘就現在 長胖了喔 有肉了喔 然後我就 我就心裡就會覺得 我不會講出來 因為跟親戚不好意思 我也是自己心裡 然後想說我明明就比奶奶瘦 然後奶奶每次都會被說 哎呦 好像有變瘦 就好像說 沒有他這個胖子 他這個胖子 親戚到你哪裡有毛病 沒有親戚不是故意的啦 就是 一般親戚很久沒見的 那個問候不是都會這樣嗎 就是說 哎呦瘦了 喔有長肉 就是長肉他沒有覺得不好 他長肉就說 喔不錯代表你可能 就是過得不錯 生活得很好 所以有長肉了 因為我以前就是 我從小就是一個瘦乾乾的人 所以他們看到我長肉 其實是開心 喔很棒喔 你現在有長肉了喔 這樣 不是說我胖 就是說你有長肉 可是我就會想說 我就會想說 我明明就 我明明就沒有長肉 我就是 我只是穿比較多 然後就會被認為說 每次人家都會 拿我跟姊姊比較 不要 我明明就比他高 比他瘦 可是人家看外表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喔姊姊比較瘦喔 然後我就會 笨笨不平 我就很不開心 就是臉啊 大家都只看臉 每個眼睛夜障都蠻重 但是我 我覺得冬天的話 就沒話說 因為冬天我真的 就是穿的比較多 我就比較怕冷嘛 就沒辦法 可是夏天 我那天跟奶奶去拿 拿那個證明的時候 我是穿 T-Shirt T-Shirt配 短褲欸 就是我其實是 該露的都露 不然要我穿 怎樣才會被覺得瘦 呱呱五安 哈囉 阿咪五安 我短話說 今天的午餐 我還在想要不要吃 因為我剛剛 11點多的時候 先吃了一片 巧克力吐司 所以我現在沒有很餓 奶奶穿個肉 奶奶 對啦 奶奶那天穿了一件 肉 肉腰的 衣服 可是她的腰其實也不行 她的腰喔 她的腰是 細的 但是她有小腹 她只是比較會遮肉 帶著37公斤的名牌出賣 我也要 我知道 我明年的那個 我明年的聖誕梯 我要在後面寫37公斤 我要後面寫37公斤 然後我要說 不要再說我臉圓 欸 我臉是圓沒錯 不要再說我胖 我直接有37公斤 我要用這個做T恤 欸好像很不錯欸 欸謝謝你們提供給我一個很好的idea 欸當然把體重寫在衣服上也覺得害羞 我不要寫體重好了 我就 我就寫不要再說我胖了 那又不是我要穿的 那你們也可以穿啊 你們也不喜歡被人家說胖吧 自己改成87 沒有那 就只要寫不要再說我胖 我一點也不胖 怎麼很像 這樣很像在安慰自己欸 這樣很像在安慰自己 還蠻好笑的啊 你們要怎麼穿 我想如果你們要穿的話 不要說我胖 你才胖 你全家都胖 這衣服好嗆喔 穿了會被入人笑吧 我覺得這蠻好笑的 這個會會心裡笑 不要說我胖 我只是長得比較胖 欸這好像不錯 這slogan不錯 記下來然後 明年就可以 喔我知道了 我不是胖 我只是臉的肉 又多了點 這樣可以嗎 這樣你們也能穿吧 幹嘛 蘿莉蘭要穿我就胖的T恤 不要啦 至少要 至少穿的衣服 不要說自己胖 這樣開心一點 笑嫌的臉肉不多 那你更可以穿啊 我只是瘦的不嫌豬 不嫌豬 哈囉 劉德華 這是誰啊 笑死 午安 沒關係 這是明年的事了 今年的衣衣設計好了 好不好 請大家期待 下週就要賣七月聖誕提 對啊 已經來不及 所以我說明年嘛 明年 沒關係還有一年的時間 我們來構思一下明年的 明年的聖誕提要設計什麼 我肥的理智其妝 我胖的比誰都爽 欸不錯喔 欸這是茄子想的梗嗎 還是網路有這個梗啊 巴巴臉不胖只是水腫 我多麼希望我之水腫 我多麼希望我是水腫 如果判斷你是水腫體型 就是你要這樣按下去 然後你看那個肉會不會回彈的很慢 如果它凹下去嘛 然後回彈的很慢 就代表說你是水腫體型 可是非常不幸的呢 非常不幸就是我不是水腫 你看它彈的非常的迅速 非常的快 因為如果是水腫的話 好像 什麼喝 喝紅豆水 就可以消水腫什麼的 可是非常不幸我不是 對所以我沒有用 我真的就是天生的肉多 謝謝米哥蜂蜜檸檬水 喝蜂蜜檬水有用嗎 謝謝超哥的梳子 謝謝熊熊的春春米 謝謝老爹我的偷偷黑風雷 拍廚師機可以消水腫嗎 拍廚師機可以救聖水的腦袋 這個浩子的新之怪 就除霉嘛有沒有 這真的應該是有用的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不小心把水打翻在我的筆電 而且是我剛新買沒多久 然後我的筆電就整個壞掉 然後我怎麼 就是我已經吸乾了 可是還是 就是還是故障故障了 然後後來我爸超聰明的 他就把我的筆電放在廚師機前面 然後就廚師了一陣子 然後就把聖水的筆電救火了 他現在就好了 對 所以我想說如果應用在人體上的話 聖水的腦袋應該也可以拯救一下 謝謝志偉哥真情告白 沒有啦 聖水腦袋就是我啊 就是我 你們不覺得我腦洞很大嗎 腦洞很大所以很難聖水耶 那水要進去 因為腦洞太多都滲出來 爸爸還有什麼不會的 他是生活智慧王 家裡的牆壁什麼都是他粉刷的 放在米缸裡 我覺得我的筆電鍵盤會先卡一堆米進去 腦洞很大雖然很好省 糟糕我被嗆了 我被嗆了 我被嗆了 你都敷乾燥機消水槽 乾燥機要怎麼敷 爸爸每天都量體重 哎唷 爸爸果然是女孩子 有在care體重嗎 其實連我也不會每天都量 我今天就還沒有量體重 我大概量 兩三天量一次吧 昨天有量了 所以今天就沒量 謝謝太陽的love you 還有謝謝中和喵喵的love 大家吃午餐了沒啊 我那麼常量要做什麼 你說我還是爸爸 我比較好奇爸爸為什麼要每天量體重 爸爸有care體重這件事嗎 體重機放那邊就去量 我懂我懂 因為我們家體重機也放在一個蠻顯眼的 就是放在化妝台的底下 其實每天女生每天都會 男生也會吧 就是基本的保養 化妝水然後擦個乳液 就是基本的 哈囉小義武安 公司多久會量一次體重 大概兩三個禮拜吧 反正就是經過的時候看到就會順便量一下 跑去量一下 但是我不相信爸爸會因為量的體重 有變化就有做出什麼改變 就像奶奶她量體重 哎呦 胖了 但是她也不會因為胖了而去怎麼樣 就是 因為胖了所以就少吃一點 或者是因為胖了就去跑步什麼 沒有她就看了想哎呦 胖了 繼續吃 我的話 我的話 會稍微控制一下吧 會稍微控制一下吧 如果看到胖了的話 但是就跟我吃東西的時候看熱量一樣 就是我吃東西前我也會看一下熱量 就是看一下 哎呦這一條巧克力250大卡這麼高 然後就把兩條吃了 就是熱量會稍微看一下可是就吃 但是我覺得只要體重不要超過40對我來說就 就是還可以亂吃的階段 如果超過就要小心一點 吃多少都沒變胖 這樣很好哎 好想要倒噴氣哦 話說我也 我也覺得我今天的眼睛看起來不太一樣 是不是 是因為髮色跟衣服的關係嗎 感覺好像 瞳孔的顏色比較淺的感覺 現在突然突然覺得 我最近睡覺前 昨天跟前天都是這樣 睡覺前就會突然 鼻子很不舒服 一直瘋狂打噴氣 然後睡覺的時候都很不好睡 就是會鼻子塞住 最近連續兩天都這樣 剛開來就覺得以為我戴變色片 沒有啊 我沒有戴隱形眼鏡 Mina瞳孔中能看到手機 真的假的 你們把我瞳孔放大一下 你們把我瞳孔放大 有嗎 有看到手機嗎 可以看到Mina家長怎樣嗎 眼中有窗戶 我也覺得耶 這個是不是窗戶 就白白的那個 是窗戶 好厲害 有看到手機跟窗戶 你們從Mina的眼睛可以看到那麼多東西 柯定拿到很亂 還好 我昨天有整理 我昨天才整理過 加圖示筆 所以就看那個窗戶啊 好可怕喔 我的家被你們看光了 新的髮色很搭現在的眼睛 所以我覺得這個髮色好像意外的不錯耶 就是我不太適合太淺的髮色 之前是因為越洗越淺 我也忘記我上次藍什麼時候了 沒有在紀錄 今天的眼睛很亮 喜歡今天的光耶 而且今天天氣蠻舒服的 就是不會太熱 然後陽光也不會太刺眼 瞳孔放大聽起來很恐怖 不會啊 阿妮一定沒戴隱形眼 你女生很多可能很愛戴那個 瞳孔放大片 很多女生喜歡戴 我自己是沒有很愛啦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那個 眼白 我覺得我的 眼 眼眶啦 我的眼眶蠻小的 我的眼眶蠻小的 所以 就是我現在的眼睛跟眼白的比例 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如果我再戴放大片的話 就會 就會 就會沒有眼白 就會沒有眼白 就會很奇怪耶 所以我其實 我沒有很愛放大片 對 就偶爾 偶爾要戴的話 就會戴直徑很小的變色片 偶爾會戴 很久很久才戴一次 但我平常都不戴眼鏡 其實是角膜放大片 但一般不是都叫瞳孔放大片嗎 謝謝孝賢的真情告白 沒有眼白真的會怕 但即使是我現在沒有戴隱形眼鏡 可是我笑得很開心的時候 拍照也是 這樣子 然後拍照的時候 看起來是沒有眼白 是很可怕 有的成員很喜歡 紅魔部分超大片 等一下 紅魔又是什麼專業的 專業的名詞 我怎麼不是很懂 都是眼白也很可怕 但是翻白眼啊 還是 還是那個 白目嗎 然後眼白叫白目 小異無安啊 小異無安啊 哈囉 修者無安 靈刺 啊靈刺是那個嗎 火影人走的嗎 放大片的全名是 紅魔放大片 不是瞳孔 所以我們都 一般都 講錯 是不是 紅魔放大 紅魔是邊邊 把邊邊放大嗎 這樣好奇怪 謝謝孝賢的梳子 瞳孔是中間 對啊 我們要放大的部分 不就是瞳孔嗎 瞳孔是紅魔 中間的洞 你們不要那麼專業 你們不要那麼專業 我有點不懂 瞳孔放大通常是GG了 大家就喜歡帶孔孔放大片 孔孔只是中間的一小圈 真的喔 那為什麼一般世俗都稱孔孔放大片 為何啊 不太懂 是因為大家都一直 當初 所以到底一開始 販賣 銅孔放大片的人 是誰 他叫錯名字 搞得大家都叫錯 紅魔俗稱 銅孔 那不就一樣嗎 那銅孔放大片也沒有錯啊 哈囉 真 午安 謝謝秋香的梳子 黑色的部分有紅魔跟瞳孔 但其實我的眼珠 其實我的眼珠 不是全黑色的耶 我穿黑色的衣服好像比較看得出來 其實我的眼珠不是黑色的 應該 我覺得真的 瞳孔是黑色的人很少吧 應該大家都是這種顏色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是咖啡色吧 要全黑的話好像還蠻 感覺蠻少見的 全黑的話 感覺很小的小朋友 會很黑 可是長大了就變 欸長大會變嗎 但我一直都不是黑色 八八是真的黑色 真的喔 那八八很稀奇耶 感覺黑色比較稀奇 感覺 咖啡色會比較常見耶 純黑色很好耶 奶奶的也是純黑色的 我覺得純黑色的瞳孔看起來好可愛喔 就是 很像狗狗有沒有 很像狗狗 很黑很渾圓的眼睛 謝謝孝賢的梳子 是 八八是狗狗 這是成長的 是啊我覺得 我覺得純黑色很好看 不然就是像巧本環那種 就是 琥珀色的眼睛很好看 但是棕色好像就很一般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棕色的 奶奶的眼... 奶奶的眼珠蠻好看的啊 謝謝智偉哥的應援棒 我還在想我要不要去吃個午餐 我在想要不要吃個午餐 可是如果要吃午餐的話 頂多吃 吃...我也不知道吃什麼好 吃零食嗎 好像很不健康 好好喜歡綠色的 你說歪歸了嗎 米娜竟然沒有嗆奶奶 奶奶... 奶奶的眼珠很好看啊 奶奶全身上要最好看 就她眼珠了 其他還有什麼 沒有耶 我覺得奶奶... 奶奶值得稱讚的就是 眼珠很黑很渾圓 其他已經沒有值得稱讚的地方啊 嗨 éc здоровья 炬炬炬熱燈 噢嗨 超好吃的我已經吃完了 然後還有那個紫薯地瓜的口味還沒有吃 奶奶的肚子也很混淆 喔好好好 奶奶喔 吃太快了會嗎 因為我蠻常就是 下午茶就拿那個當點心吃 那個主要是當點心啦 早餐的話 早餐的話不太會吃 早餐的話比較喜歡吃營養一點 之前的麵吃完了嗎 還沒 之前的麵 我只有在直播上有煮過耶 然後我自己都還沒煮 所以現在應該還有三 三種不同顏色的麵 本來有在想今天要不要煮 可是因為奶奶昨天有煮了粥 奶奶昨天煮了粥 所以我在想 要的話我就可能去吃個粥吧 可是因為現在也還沒有肚子餓 早上都吃吐司 對啊早餐都吃吐司 但是有時候吐司不抹醬的話 我就會再配一點麥片這樣子吃 茄子麵沒了 有別的麵啊 年糕也沒啦 吃年糕吃差不多兩三天夠了啦 吃草 但是中午我不是很喜歡吃草 我比較喜歡晚上吃草 因為中午吃草 因為我下午還要工作嘛 那這樣子我撐不到晚上 我會肚子很餓 會沒有力氣工作 對所以晚上的話就是沒有差 反正再隔幾個小時就睡覺了 所以就無所謂 哈囉 鼠牛虎兔龍蛇 午安 晚餐 晚餐我覺得吃的少就沒關係啊 而且晚餐吃草的話 有一種把今天一整天 就是你可能今天早餐午餐 甚至下午茶吃了一堆不健康的東西 那你晚餐只要吃個草 就是有一種把腸道疏通的感覺 午餐吃堅果 我們家現在好像 好像沒有堅果耶 中午吃草容易餓 對阿 這是為了 讓自己還有體力繼續工作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中午吃草 下午茶 我平常會下午茶 大概喝牛奶吧 但牛奶也是蠻貴的 今天早餐才把牛奶喝完了 所以我應該 就是牛奶是會非常喜歡喝牛奶 因為牛奶跟什麼都很配 可是牛奶有點貴 而且大家知道台灣的牛奶真的是 好像全世界賣最貴嗎 我之前看過這個 這個數據有點嚇到了 所以我還是喝豆漿好了 可能會換一下豆漿 不然花太多錢了 中午吃吐司也很容易餓吧 吐司是單吃是蠻容易的 但是我有抹巧克力醬 所以就還好 巴巴吃音樂 吃音樂 吃音樂長大的孩子 不會變壞 冰淇淋吃完了嗎 吃完了 冰淇淋吃完了 然後我們又買了一桶 那天跟奶奶去 去賣場 又買了一桶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因為現在冰淇淋都在特價 所以又買了一桶 原原不絕的冰淇淋 夏天天氣熱 家裡一定要放著一桶冰淇淋 這樣子想吃的時候就可以吃多半 又買了而且沒花口味 因為那個瑞巧口味超好吃的 很喜歡瑞士巧克力口味 最喜歡的冰淇淋口味 應該就是巧克力跟香草吧 那瑞巧就是可以滿足兩個 所以很棒 不會胖嗎 一次就吃一點點而已啊 一次吃一勺怎麼會胖 又不是吃很多 下次要火鍋店Size嗎 我們家冰箱放不下火鍋店的Size 現在冷凍庫是最小的 哈哈要去上班了 哈哈上班加油 掰掰 加油加油 不是一次一桶嗎 如果我有錢的話 可能會一次 就算我有錢也沒有辦法一次吃一桶 吃冰頭會痛耶 一次吃太多冰頭會痛真的不行 吃冰淇淋等於喝牛奶 可是冰淇淋比較胖啊 冰淇淋是那個 奶油嗎 有新買挖冰淇淋嗎 沒有我放棄 我覺得我買了那個挖冰淇淋的 然後結果發現超難挖 所以我決定 以後還是用湯匙挖就好了 所以我到底買那個幹嘛 我要把它賣掉 吃冰淇淋會牙痛 所以要用寒的 就是讓它在嘴巴裡面慢慢融化 所以我比較喜歡吃冰淇淋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冰棒就是這樣 因為冰棒的話 通常都要用咬的 通常都要用咬的 用咬的話很 敏感性牙齒有點受不了 雖然現在有比較好一點 金幼無安 敏感性牙齒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會 都會有吧 敏感性牙齒 謝謝金幼的七十珠珠 包水餃可以拿來用 包水餃 包水餃用什麼 熊熊要先上班了 好喔熊熊掰掰 上班加油 謝謝熊熊的新吃貨 掰掰 一天吃一桶也太可怕了 一天吃一桶感覺頭就會很痛啊 而且冰淇淋一桶的熱量應該 不知道多少欸 有沒有破千啊 那種大桶500毫升的 感覺有喔 用冰淇淋灑挖水餃線 那個冰淇淋超大的欸 如果拿來包水餃 那水餃要多大顆 要煮很久吧 哈根達斯可以一次吃一桶 哈根達斯一桶 那邊已經那麼小小了 那叫一桶 那一杯而已吧 那麼小 超級小小 你拿進到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今天是什麼日子 527 527 是什麼日子 不知道欸 愛主人77的日子 有這種事 你等5 5月 5月277號的時候才是吧 又不是5277 哈根達斯超貴 對啊窮人都吃不起欸 哈根達斯 我好像沒有自己買過欸 通常都是去什麼 去唱歌的時候 去唱歌的時候 可以拿那個點數去換一小杯 才會吃 不然平常哪有機會吃啊 謝謝太空的love 去吃到寶塔斯 喔對 去吃那個海底撈的時候 海底撈都會有哈根達斯可以吃 可是它都只有兩種口味而已 免費的最好吃 最近好想吃海底撈喔 可是海底撈要中午去吃比較划算 就有那種個人套餐嘛 如果是晚上的話 這樣都是單點就很貴 而且我想到我上次跟熊妹一起去吃海底撈 然後那個店員 我本來想要點中辣大辣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要不要先試試看小辣 小辣其實就已經相當於外面的中大辣 我就好 然後結果完全不辣 所以就我現在就一直很想要再去吃一次海底撈 而且我想要點中辣或大辣 超喜歡吃辣的 毛毛五安 謝謝Ben的Kiss Juju 都先挖兩球 哈根達斯才開始吃火鍋 我每次去吃火鍋 我都會吃四球耶 可是我都在飯後吃 超喜歡吃冰的 但我覺得飯前吃 吃火鍋前先吃冰 會感覺肚子不太舒服 哈囉小讓客 好久不見 我多久去一次KTV 我超久沒有去耶 大概半年去一次左右吧 而且要有朋友約才會去 因為平常我比較喜歡自己在家 就是拿著一把吉他或是Bass 然後自彈自唱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不太會去 就不太會願意花錢去外面唱歌 而且去外面唱歌 不見得有我喜歡的歌 就是特別是日文歌 真的一般KTV好難點到喔 謝謝文蓉的梳子 是不是冰婷吃到回本 對啊他可能還是吃四球 應該就回本了啦 什麼寬寬生日過了第一天 寬寬昨天生日快樂 對不起 昨天跟前面都沒有開直播 所以遲到了 寬寬生日快樂 5月26日寬寬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Kun Kun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 台北日K不是挺多家的嗎 是沒錯啦 可是 可是日K要約得到人啊 一般朋友不會唱日文的 所以他每天都是約一般的那種 就是華語歌居多的KTV 那通常華語歌居多的KTV 它裡面的日文歌呢 都是不會好聽到哪些 也不是不會好聽到哪些 就是都是舊歌很少再更新啊 就是要跟粉絲一起去 然後都點AKB的歌是不是 小琴聽說很常去 我就沒有朋友 什麼朋友喜歡唱日K的 海底撈一餐要多少錢 海底撈 我都是去中午的啦 晚上我沒有去過 晚上太貴了 中午的話滿便宜的 中午的話 我上次去吃是299個人餐 299我覺得很划算 吃到 它不算吃到飽 但是就是一個菜盤肉盤 可是對我來說已經很夠了 而且它還有冰淇淋小菜 什麼可以吃 沒有我就是比較少那種可以唱日K的朋友啊 而且我有說就是 我比較喜歡自己 拿吉他或貝斯自彈自唱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就是去外面唱 就是花錢嘛 在家就有 不用花錢的小快樂 我就不 幹嘛要去外面花錢 我可能 對啦其實我生活娛樂真的比較少一點 但是因為現在還 現在要存錢嘛 現在都還沒有開始賺錢 要好好存錢才行 去外面唱也可以彈吉他也太累了吧 出去玩還要揹著一把吉他 可能我以後有錢就開始亂花也說不定 但我覺得不太會啦 就是省錢省習慣的人 你突然 你突然丟給他一百萬 你還不會花錢咧 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還 是不是 哈囉洪志武安 自彈自唱痘痘龍 為什麼是痘痘龍 哈囉阿正武安 謝謝平凡人生分享直播 昆昆的生日大餐就是吃海底龍 喔好羨慕 我最近真的剛好很想要吃耶 而且奶奶最近她就在問我說 欸我生日時候要吃什麼 我想說哇也太早吧 現在才5月 她已經在關心我生日要吃什麼 有點感動 然後原來是因為我跟爺爺也是 但是一樣都是7月份生日 所以她想說可以一起慶生 然後我就有跟奶奶說 好像吃海底龍 可是爺爺好像不吃辣 所以現在還不知道要吃什麼 欸怎麼會有紅包呢 為什麼會有紅包 為什麼會有紅包 可是 上小食法喔 謝謝樹葡萄的新之冠 可是 現在是1點02分耶 現在是1點02分 怎麼會是小食法啊 其實奶奶要幫爺爺慶祝 對啊奶奶才不會那麼好心 我想要去年生日幹嘛了 去年生日沒有慶祝 去年生日沒有慶祝 今天的鑽子有到的話就會有 是喔原來是這樣子 我還以為沒有 去年我生日的這時候奶奶是那個 腸胃 我忘記叫什麼 反正她就腸胃不舒服 然後每天都只能吃粥而已 所以我生日也不能去吃大餐 然後我也不會特別跟別人去慶祝 所以就是一個非常 平凡的一個生日 超小蛋糕 那個是去年還是前年 但是去年的這時候 就是奶奶的肚子不舒服 餵食到逆流還是什麼 反正她就不能吃 有全聯的小蛋糕 跟你們一起吃 那是奶奶生日的時候我買給她的吧 不是我生日的時候 我生日奶奶會買蛋糕給我嗎 一會兒的話天都要下紅日了 沒關係啦 反正你們知道年紀大了 就是開始對過生日越來越無感 也不是無感啦 就是不像以前那麼 要特別的慶祝還是什麼 好像小時候會特別重視過生日 可是小時候過生日 也就是買一個蛋糕而已 我爸媽也 也不會說買什麼禮物給我們 好像不太會 喔有啦 好像有考試考好的時候 然後她就說 生日的時候買一個芭比娃娃送你 然後小時候就超開心的 就是很棒的生日禮物 說的好像我很老一樣 心智年齡很老啦 不要看我好像外表看起來 好像年紀輕輕有沒有 心智是個老靈魂 就是從我國中的時候 我就很注重養生 我就是個老靈魂 我已經在為我的活到一百歲鋪路了 我的養老之路 而且我最近開始 因為我最近在看了搞神馬 他們開那個 就是 那叫什麼啊 抽抽了 抽抽了 就是 那種很久以前的雜貨店 會有的抽抽了 然後好像一個是一塊錢吧 然後就看你可不可以抽到糖果那個 那我看了之後 我突然有一個想法 就是 我好想要開雜貨店喔 國小的時候姑姑買十春蛋糕 有好好的姑姑喔 不然因為我們在台灣沒什麼親戚啊 那爸爸媽媽真的是對我們很好了 很多動的那種嗎 抽抽了 就是 就是你要撕開 然後看有沒有中獎這樣 聲音根本15歲 15歲也不見得這個聲音耶 你們要看一下 我們團裡面 陳陳陳才幾歲 陳陳陳今天13還14歲了 聲音超成熟的耶 抽抽了 對啊 然後我就想到我如果以後老了啊 想要開一個雜貨店 然後呢 那個抽抽了 就是 小朋友如果考試 考100分的時候可以拿那個考卷說 老闆我要換一次抽抽了 然後我的抽抽了的話 恩 我想要中獎幾率高一點 就是 有一百分考卷 至少就是最低獎 都有一個糖果之類的 我覺得很棒嗎 我想做很多事 但是為什麼 我說 我說開雜貨店要老了再做 因為感覺我 開雜貨店是 做一個開心 然後 讓大家也開心的 東西 你懂嗎 就是 喔小朋友考100分 就可以給你一個獎勵 你來抽抽了 然後或者是想別的 活動 就是一個雜貨店 然後大家都開開心 因為現在很少雜貨店 那我還是希望有一個雜貨店 就是 敦親目的 你知道 就是跟大家可以 弄得熟一點 但是雜貨店呢 用意 對對對 佛心雜貨店 雜貨店的用意不是在賺錢 只是想要分享快樂 然後加上 可能老了之後 可能子女都在外面工作 但是如果你看 我如果開了一間雜貨店 然後我還有可以跟客人 聊聊天 然後小朋友什麼 我也很喜歡 所以我就覺得 雜貨店不是一個可以賺錢的生意 但是我希望 就是可以跟大家有互動 然後開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老了之後 我很想做的事情 謝謝小皮 謝謝小皮的新知貫 謝謝小皮的新知貫 年輕的時候 我比較想開餐飲 吧 就是下午茶店之類的 風險有一點高 為什麼雜貨店風險會很高 可是我們家那雜貨店開超久 不是我們家雜貨店 我們家附近的雜貨店 我們家沒有開雜貨店 因為那阿姨也是 雜貨店的阿姨也是從小看我們長大的 每次去買東西 下課了 就是想說 這小朋友讀了二十幾年的時候 到底什麼時候要畢業 而且我到現在 每天還是背著一個書包出門 其實我有大大小小包包 但是我還是最喜歡背那種 雙肩的大背包 因為裡面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肩膀背起來又最舒服 你們知道女生有時候那種小背包 那繩子細細的背起來很不舒服阿 都會有勒痕 最喜歡背的就是書包 你們知道吧 就那個很哀怨的狗狗 謝謝悟空這宗 謝謝悟空這宗 阿姨我要買糖果 我會阿我會去買阿 但最常去雜貨店就是買雞蛋阿 就是喜歡那種自己挑雞蛋 那種 土雞蛋什麼的 幼稚園說 沒有幼稚園書包早就丟掉了 是狗頭的寶寶 我自己長大買的 背貝斯 但是背貝斯其實我也背蠻久了阿 背貝斯我都 武專的時候就開始學了耶 差不多有七年了 會想說這小孩留級多久 阿姨都不會覺得這小孩怎麼永遠長不大 阿姨請你吃糖 是不會啦 我這麼年輕阿姨不會請我吃糖 通常在小一點比較會阿 我覺得小時候也很常跑到雜貨店 阿姨好像也會給什麼東西 以前小的時候會 現在長大了就不會阿 現在要關心別的小朋友 謝謝中和喵喵的LOG 永遠長不代表是阿姨也沒老 阿姨我覺得阿姨也沒有什麼老耶 謝謝茄子的新知貫 可是現在就是比較少看到阿姨 以前的話每次去雜貨店都是阿姨 可是現在偶爾會看到是他兒子在故店 就是有一種家族傳承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常看到阿姨了 阿姨可能也準備退休了 我會想念阿姨耶 阿姨很親切 而且阿姨有時候會 比如說買蛋 比如說買蛋嘛 買蛋可能 46塊錢 然後他就算40塊就好 就是會算便宜 可是如果是他的兒子的話 46就真的46 然後給他50再找你4塊什麼 就是阿姨的話會算便宜 兒子的話就不會 好可愛 謝謝孝賢的梳子阿姨 退休去遊山玩 實在也是阿姨已經在漲獲店 我不知道幾年了 十幾二十年 這個夠久了 差不多可以退休去玩了 再不玩都已經走不動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都叫我媽說 現在沒事 當然現在不能隨便出去玩 再等疫情再穩定一點 大家都不用再戴口罩出門 已經解脫的時候吧 反正就是 覺得他應該這個年紀要多出去玩 不然他 他都沒有去過 他沒有出過國耶 他有出過國 但是永遠就只有澳門台灣 澳門台灣 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出過國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耶 他都已經年近半百 年過半百 他已經年過半百 然後還沒有去過什麼地方玩 我覺得不行 這樣以後他會走不動 謝謝貓奴追蹤 對那也是明年的事情 今年可能就是 各國全世界都是 就是旅遊業都比較差一點 沒辦法 吃巡禮你 有用嗎 帶媽媽去日本玩 我很想耶 我很想要帶媽媽去日本玩 可是日本好像消費也蠻高的 打算賺多一點錢再去看 感覺現在可以先去那種 泰國啊 就是比較東南亞 那個消費比較低一點 迪士尼我覺得媽媽應該不會多喜歡 而且他應該都不太敢玩那些設施 就像在澳門不是有那個滑操場嗎 然後媽媽都不敢滑耶 等有空帶媽媽出國玩 我也想他要賺錢 請媽媽出國玩這樣更厲害一點 可是我媽媽就是不太喜歡運動嘛 出國的話怎麼樣就逼著他走很多路 有帶媽媽去鹿兒島嗎 蘿莉郎怎麼會帶媽媽去鹿兒島 鹿兒島有什麼嗎 我去過鹿兒島 10天 我覺得鹿兒島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耶 鹿兒島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很繁榮 Hello crazy 午安 去日本要走很多路 真的我去日本都走超多路 而且那個我一個人 然後 然後迷路 然後就 一直走超多路的 但媽媽不要去迪士尼 我也覺得我覺得媽媽不會喜歡那種 像童話故事沒有 他完全 我爸媽就是一個不浪漫的人 鹿兒島沒有路嗎 我去鹿兒島有看到路嗎 好像沒有耶 奈良可能比較多路喔 不是有Google大神嗎 有阿 有阿 但是我還是走錯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感覺媽媽應該比較喜歡那種封頂 我覺得我媽媽是個 他是花痴 他是花痴 因為他超喜歡花的 有花他就很開心 喜歡跟花拍照啊什麼的 爸爸都帶家人走網美行程 那爸爸的媽媽也是網美 謝謝追蹤 沖繩應該蠻適合的吧 我不知道 我自己 日本也只去過一次而已 我有好多想去的地方 北海道阿 沖繩阿 還有什麼 東京京都大阪阿 好多地方都想去耶 我有偶包嗎 你們覺得有嗎 看起來就沒有 日本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六月北海道有花喔 六月北海道有花喔 謝謝JK的油桶花 還沒有去過日本 我也只去過一次而已 鼻子好癢 家紅五安 不過如果去北海道的話 還要準備冬天的保暖衣物 又要一筆開銷 所以目前考慮 比較想要先去比較樂帶的國家吧 就不用多一筆開銷買那些 大醫學醫什麼的 喔 爸爸帶媽媽跟年輕人一起去玩 可是我會覺得很尷尬耶 就是如果要帶家人跟朋友一團一起出去 就比較希望家人就是跟家人而已 而且我們家人都ㄎㄎㄎㄎㄎ的阿 就是一家人ㄎㄎㄎㄎ的在一起就是剛剛好 如果朋友在的話可能會傻眼就想說 這家人是吃的哈囉 怎麼這一家人都怪怪的 我們家人就很ㄎㄎㄎㄎㄎㄎㄎ阿 而且有時候我媽講的話就是你知道 她就咚一塊西一塊就是 你問她咚她就講西 就是欸哈囉你有在聽我們說話嗎 她每次都講自己的 我跟奶奶其實也常常這樣 就是我們常常會各講各的東西 然後是你一句我一句 然後完全都在講不同的東西 然後講完之後就說 所以你是有沒有要聽我說話 就是 每個人彼此都想把自己想講的話講完 然後就很自顧自額的在講話 但是其實我們都有在聽對方的話 只是先把自己的講完 絕對不是偷生的 還好我不是偷生的 還能夠溝通 這就厲害了 對啊 交錯的話題 就講完之後 然後再講彼此的一句結論之類的 可是我通常會聽奶奶講完的話 只是每次我先講的話 然後奶奶都硬要插話講他自己的 所以我就會很不服輸 要把自己的話講完 哈利鼠要先去工作了 好喔 掰掰 上班加油 應該頭腦會爆炸 我們習慣了 我們習慣了 而且我發現我跟奶奶有個壞習慣 就是我們回家每天不叫一下 都會覺得浑身 浑身不舒服 每次一回家都會說奶奶 然後奶奶就會 奶奶 咪咪咪 然後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 提高 提高那個音頻有沒有 就一定要像 叫一下然後演了一副那種 就是好像 好像失散多年的那種氣嘛 就是每次回家 奶奶 妹妹 然後就是 一定要這樣子 但是我們的畫面不是擁抱喔 我們畫面不是擁抱 奶奶 妹妹 然後就 就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子 就我們 每天都要演一出這樣子 不演就覺得好像怪怪的 每天都要演這樣 很可憐耶 超可憐的 但我就只有被捏的糞耶 難怪奶奶會故意暗戀一下我 對啊 很討厭耶 小劇場很多 但我們小劇場很好 我們不是在內心的小劇場 我們就直接演出來 早晚讓他捏一下 真的 早上我都不知道他捏我幾下 一個怨打一個怨哀 我也沒有完全怨哀 他如果每次這樣捏我都會說 不要只捏我一邊 你一邊也要捏 這樣比較平均 他就會喔好 我可以捏姊姊的肚子 我有時候會捏姊姊的肚子 可是他會打我 他會打我什麼 媽媽會這樣對我嗎 媽媽不太會 媽媽比較溫柔 媽媽看到我的時候 都會捧著我的臉 唉唷 臉好圓喔 肥嘟嘟 這樣子 然後奶奶就比較暴力 奶奶就是這樣捏 然後就 欸 很多肉 好多肉 他就是用打的 不然就是這樣 然後媽媽的話就是這樣 啊 肥嘟嘟的臉好圓喔 唉唷 好可愛 就是這樣 全家都一個樣 可是奶奶比較暴力啊 為什麼我們家人看到我的臉 都這個反應啊 我的臉是有這麼圓就對了 真的是蠻圓的 放棄 放棄便捷 奶奶這樣按摩才有效果 是嗎 當然我自己也會按啊 就是晚上 晚上我現在都會這樣 稍微推一下 看臉會不會變瘦一點 媽媽 沒有我跟你講 我媽媽她年輕的時候 跟我姐長超像的 就是 現在看我媽年輕的照片 就覺得哇賽 根本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 所以 你看那個偶像劇 還是那個連續劇 她不是會演那個女主角 女主角 回憶她小時候的樣子 或是女主角的媽媽 然後她生了孩子 長大的時候 哇賽跟媽媽長得一模一樣 廢話 而且就找同一個人來演啊 都每次看到覺得扯爆 這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小朋友跟媽媽 就是長得一模一樣 都覺得超扯的 然後可是 我看到我媽跟我姐之後 就真的相信 可是他們真的長 真的長一模一樣 就是那個 那個瓜子臉 然後那個單眼皮 然後那個笑容 就是 真的一模一樣耶 超可怕的耶 我跟我媽長不像 因為我媽長跟我姐一模一樣 他們就是瓜子臉 他們就是瓜子臉 我們全家就覺得 我是一個圓臉而已 我就是不知道 哪來撿來的 但是我媽跟我姐年輕 真的長一模一樣 Mina像爸爸 硬要說的話 可能比較像爸爸吧 可是 我爸的臉是方的 是方的 我比較沒有 我比較 沒那麼方 要說方的話 這裡吧 這裡算方嗎 但是我其實還是圓臉 我跟我爸長得像嗎 我覺得我跟我爸 會比較像吧 就是 濃眉 濃眉的部分 眉毛蠻濃的 然後還有什麼像 怎麼音樂突然停了 好像 好像 像我爸的部分就眉毛 眉毛也像而已 方臉加瓜子臉就變Mina 對啊 就是方臉 我可能有爸方臉的經驗 加我媽的瓜子臉 所以我下巴是尖的 然後所以剛好 欸這長得比較像倉鼠 爸爸也有啄啄目嗎 我媽好像有 可是我媽的是在肩膀 她都說那個是 就是人家說那個不好 就是叫什麼 勞碌命 在肩膀上有 就是代表你會一直有什麼 一生過得很勞碌 就是有中彈 可是我的話 我是長在 我是長在這裡 就還好不太算肩膀 比較手臂的部分 方的部分被臉頰露遮住 所以其實我可能比較像爸爸 爸爸長得很可愛 哪裡覺得可愛 方臉那裡哪裡可愛 哈囉命無安 對我跟我爸比較像的部分 用眉毛吧 但其他其實我真的也不太像 我也不知道像 像我們家人 哪個部分 都不太像 小嫻要去上班了嗎 小嫻掰掰 快沒生意了 小嫻 要不要來唱一首歌 好像可以唱一下 我看看有什麼歌可以唱 東鄉野西鄉點 就看不出來像誰了 但是我爸媽也就兩個人 我是不是可以唱到哪裡 謝謝艾文的書籽 我真的好喜歡這個髮射喔 好好看喔 我的網路怎麼好像有點不給力 不知道要唱什麼歌好耶 謝謝小嫻的書籽 謝謝小嫻的書籽還有太空的七十珠珠 謝謝小嫻的書籽還有太空的七十珠珠 所以爸爸到底是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謝謝太空的七十珠珠 還有太陽的七十珠珠 我最近都聽什麼歌 我最近其實很喜歡 Little Green Monster的一首歌 我覺得很好聽 可是我還不會唱 但是我還不會唱那一首 我要喝一開水 我喉嚨有點乾 我的水是不是灑 灑到褲子上了 你們有看到 滑落的水滴嗎 我想想最近有在聽什麼歌 看到Mina的褲子破洞 阿嬤看到褲子破洞都很想要補起來 我好想要補起來 HIGH格 有什麼比較HIGH的歌 我來看一下我的 我要看一下我的 觀看 觀看紀錄 我最近都在聽日文歌比較多 可是我聽的日文歌我都沒有練怎麼唱 捏臉是他的地雷 要看吧 我的話我是蠻隨和的啦 我有什麼地雷嗎 我有什麼地雷嗎 國真武安 我可以被捏臉 有些女生好像也不喜歡人家摸頭 或者是不喜歡人家掀他的瀏海什麼的 我都會 我好像沒什麼 我這個人沒有底線耶 昨天才在七店員說我肉 我哪裡有肉 但是也不是生氣啊 只是覺得不懂 但不會很生氣啊 說我吃很多 但我本來就吃很多啊 我吃的很多 我覺得我吃的很多 可是我 不開心的點是明明就很少還說很多 那我真的吃很多的時候那怎麼辦 這樣子就叫吃 這樣子就叫吃很多那世界上沒有人吃的少了 牙齒不整齊 牙齒不整齊 我下牌牙齒是真的蠻不整齊 可是我覺得有必要每一次直播都來我直播間告訴我說我牙齒不整齊嗎 我要是有錢我早就去弄了好不好 真的是 有必要每次直播都來 講一次嗎 就是覺得很生氣 我知道了 我的地雷 就是你一樣的事情你不要講超過三次 我真的覺得很煩 就是你第一次 Mina牙齒不太整齊 對啊我也覺得我的下牌牙齒不太整齊 然後第二次 對啊我知道我牙齒不太整齊 那可能沒有錢去弄 第三次你要講幾次 就是一樣的事情不要講超過三次 好啦那我大概知道 我的底線就是你同一件事情不要講三次 我就覺得很煩 沒有我剛才是在演繹我生氣的樣子 就是你同一件事情講 因為兩次就好可以不要超過三次嗎 求婚可以超過三次嗎 我覺得 怎麼講 說人家牙齒不整齊 那你自己也很整齊嗎 就是 幹嘛這種事情 就是 無聊的小事情 有必要講三次嗎 就是看 我定義那一件事情 無不無聊 說可愛 可愛沒關係 可愛 這是好話可以多說幾次嗎 可是 牙齒整不整齊 就是我沒有辦法改變它的事情 然後你一直重複 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想怎樣 就是我無法改變的事情 就比如說有人來說 我覺得你聲音很尖很難聽耶 就是 那你可以不要來看我直播 然後你還 每次直播都懶 然後講了三次 我就覺得 這個東西是我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你還一直講 我就會有點 有點生氣 對 我覺得我 我生氣的點是 我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 但是你還 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要求我改變 我就會覺得 你很無理取鬧耶 親戚說我變胖是不是輸了三次 絕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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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一年親戚看到我都要講一下 怎麼又縮回牙齒了 沒有就在講Mina的底線是什麼 謝謝生米追蹤 哈囉大大午安 物理消失在直播間 沒有就看這種人可以繼續說到什麼時候啊 臉頰肉多 臉頰肉就是多啊 這個角度 不行我剛才那個角度會看起來臉很大聲 所以我要後退一點 我就是臉頰肉多啊 但是我覺得說臉頰肉沒有關係啊 謝謝Akira的啾啾你喔 就是你說臉頰肉你沒有帶什麼 你沒有帶包或扁 我就覺得無所謂 謝謝Akira的啾啾你喔 每年都要講 你怎麼沒女朋友 那個嘛 過年了 過年親戚都會 都會有這個 我之前有看過有人做那個影片 就是說過年如何回絕 親戚的這些話 就是你開始 推銷 然後他就會被你反推銷到不想理你 現在講Akira的Kiss舅舅 就先說 請問你聽過安利嗎 然後親戚就問 這個人不好惹 還是不要跟他講話好了 今年的版本開始口的 親戚全部閃很遠 笑死 除了 海裡武安 謝謝阿妮的Kiss猪猪 謝謝安妮的Kiss珠珠 糟糕我發現我最近沒有什麼歌 沒有什麼新歌可以唱了 我發現我最近沒有什麼新歌好唱 最近沒有練什麼新歌 好我今天去練一首隨便什麼歌 明天唱給你們好了 明天下午5點有直播 謝謝富惟哥的書籍 可是我明天要吃飯 我會有時間唱歌嗎 沒關係明天再說好了 剛剛不是定格我在想 要嗎 明天看有沒有時間唱歌 還是你們今天想聽 還有星期五 好啦不然再給我兩天練習一下 好 看我吃什麼 我也不知道明天吃什麼 有可能也是吃粥 正人午安我要關播了 我先來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榜 然後我發現我現在肚子有點餓了 我等一下應該會去吃東西 我肚子餓了我就會 就是手會抖你們懂嗎 就是血糖很低的時候手就會開始抖 好討厭喔 第13名是孝賢 謝謝孝賢啊孝賢走了 第12名是明天生的強大生叔叔 強大生叔叔謝謝 明天再祝你生日快樂 今天先幫昆昆補助 第11名是溫暖你的太陽 謝謝太陽 第10名是我餵秋香 謝謝我餵秋香 第9名是茄子 謝謝茄子 第8名是傅偉哥 不行我現在肚子有點餓喔 我講話可能會有點抖抖的 請見諒 第8名是傅偉哥 謝謝傅偉哥 第7名是田中弟弟王 謝謝田中弟弟王 第6名是妮哥 謝謝妮哥 第5名是阿妮 謝謝阿妮 第4名是爸爸 謝謝爸爸 前3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熊熊熊熊也走了 第2名是阿基拉 謝謝阿基拉 阿基拉怎麼突然換我戴墨鏡的照片 謝謝阿基拉 第1名是蘿莉拉 蘿莉拉頭貼是什麼鬼啊 太醜了吧 蘿莉拉你給我換掉頭貼 蘿莉拉 你不換頭貼我就不要謝謝你了 快點給你截今天的性感咪娜 截圖時間 性感咪娜 給你們幾個 截圖的樣子 單耳 巴巴喜歡的單耳 不露單耳 帥氣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POSE 最喜歡的花花 氣不不得咪娜 快點換 蘿莉拉換頭貼了沒 你快點去換我才要關 我吧我就不關了 哈哈哈哈 餓扁的POSE 生氣 快點去換頭貼 哎 快點去換頭貼 好啦我肚子餓我要去吃飯 不理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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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明天5點間我要關了啦 快點去換喔 知道沒 好啦謝謝大家看今天的直播 掰掰 我要去吃東西了 我要餓屬了 掰掰 海狼掰掰 謝謝晨晨的心 大家明天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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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 我們下個禮物 我們下個禮物 在家裡 這家人 吃嗎 吃嗎